第三个在认识论当中大的知识点 前面我们讲叫实践认识的基础 第二个我们讲叫认识的本质 第三个我要讲什么呢 敌机打好了 名字也起好了 我们要盖这个高楼大厦 认识论高楼大厦 就是那个认识的运动的基本规律 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两大飞跃 无限发展 一个原则 大致说来 我们要讲这样几个 既然讲到两大飞跃 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四属题 两次飞跃 两次飞跃 我们先要讲第一次飞跃 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飞跃叫什么呢 叫做在实践基础上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飞跃 大家知道汉语飞跃呀 飞跃其实就是我说的什么呢 从低到高才能叫飞跃 而且飞跃一定是前进上升的 而且那个飞跃还得什么特点呢 是质变 对吧 既然它是从低到高的飞跃 它一定得有条件 它就不是一个自然然的 如果自然然的是不可能飞跃的 我把这几个含义从低到高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 谁是低水平的认识呢 感性认识 所以45.1 我讲的是感性认识极其特点 感性认识 是指人们运用感官 对事物的外部良性和表面特征的认识 这句话是感性认识的本质 就是俗称的感性认识的那个定义 在这句话当中 我会强调你发现我在哪停顿了呢 我在感官停顿了一下 然后在哪停顿了呢 外部联系表面特征 换句话说 感性认识运用感官 感官就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 眼耳鼻舌身 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 去认识的 他的认识的物质基础 是感官 那么感性认识 外部联系表面特征的认识 就是我们要给它一个定性了 感性认识有几种形式呢 三种 感觉知觉表象 不可以颠倒顺序 就是感觉知觉表象是从低到高的 人先认识从感觉开始 然后到知觉再到表象 什么叫感觉呢 就是对事物个别属性的反应 颜色呀声音呀气味呀 就叫感觉 什么叫知觉呢 知觉就是把各种感觉综合起来 什么叫表象呢 各种综合起来的感觉 在头脑中再现 比如说 我说苹果 你不会只想到 我说苹果 我们手的 现在眼前是没有苹果的 手里没有苹果的 你不会只想到苹果的颜色或者味觉吧 一定是一种综合在一起 在头脑中感谢 再现出来的东西 一半红一半绿 酸酸甜甜的 还挺有硬度的 你看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说的表象 感性认识的特点是什么 是后两句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的特点 所以45.1我讲的什么呢 我讲的是感性认识 极其特点 感性认识是 低级阶段初级阶段 谁和感性认识是一对呢 理性认识 45.2我讲 你能不能看着45.1 把45.2 理性认识极其特点 给它一一对应上呢 感性认识是运用感官把握的 理性认识就是运用抽象思维能力 这叫一对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外部联系 那理性认识就是对事物内部联系 感性认识是表面特征 理性认识就是本质规律 感性认识是初级阶段 理性认识就是高级阶段 直接间接形象抽象 唯一对应不上就是三种形式 概念判断推理 然后感性认识是感觉直觉表象 就是形式要对上就奇怪了 是吧 作为感性认识跟理性认识 我前面讲的极其特点 讲的什么东西呢 讲的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对立 它的区别 那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不仅有对立 它还有联系 就是45.3我讲的 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三句话 第一句话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这句话毫无疑问 我强调的是感性认识的重要 第二句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深化为理性认识 这句话强调的是理性认识的重要 第三句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有机统一 也就是说感性认识理性认识都重要 谁也离不了谁 作为感性认识跟理性认识 既然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个飞跃 那飞跃就要有条件 它在实践中统一 但是你要想实现这个飞跃 必须有条件 也就是说 45.5 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条件 非常重要 你要把这个条件丢掉了 你说我考的 我讲的就是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关系 那它就不能体现它的飞跃 几个条件呢 两个条件 第一 勇于实践 深入调查 必须尽可能获得十分丰富 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 这是大前提 第二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 对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改造 我们说的二驱二游 毛泽东在实践中的原话 这两个条件 哪个最重要呢 第一点非常重要 想一想 什么叫获得十分丰富 合乎实际 十分 十就是最大的了 合乎实际就必须是客观的正确的 所以我后面加了一个注脚 你也可以说全面正确 那如果你获得的感性材料 不全面 不正确 你得出的理性认识 肯定是错误的 它是大前提 给我举个例子 大家平时看电视的时候 其实是挺烦那个广告的 但你发现 那个广告对人的生活的影响 还是挺大的 你看 曾经评比过那十大恶俗广告 什么羊羊羊 什么脑白筋 这都是十大恶俗广告 但一到过年的时候 不知道给老人买什么 算了 就脑白筋吧 你看就广告的作用 不可小叙 不可小巧的 在广告当中 有一类广告 药品 比如说 三九胃态 对十二指肠溃疡 有很好的作用 你觉得为什么 他下一句不会说 对十二指肠溃疡的治愈率 是多少多少 我告诉你 不仅中国 在国内 药品广告不可以出现治愈率 国际上通用 为什么药品不能出现治愈率呢 你能不能用个哲学术语告诉我 那我告诉你 因为 它很难做到 十分丰富 合乎实际 你觉得它是 这药品是治好了一亿人 叫十分丰富 合乎实际 还是 整个世界不到八十亿人 七十多亿人 也就是说 它很难做到 对别人 十一亿人 十亿人之好 对你 它可能有 副作用 那可能就是致命的 那你告诉死亡率百分之百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 当我们说到一个 医学常识的时候 你说这个药物从来没吃过 那我就给你一个建议 不用去看那组织 直接看禁忌 因为那个禁忌 更说明问题 所以我举个例子 你就要知道 从感情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 它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 第一个 合乎 丰富的 我们讲符合实际的 十分丰富的感情材料 打前提 然后才提得上 说到我们讲 加以改造 光有第一次飞跃还不行 因为无论感情认识 还是理性认识 都是认识 所以为什么认识运动 要有两次飞跃 大家知道 认识的目的是改造实际 所以它一定要到实践 那么就是第二次飞跃 从认识到实践 认识过程第二次飞跃 就两次飞跃相比 第二次飞跃 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 当我说第二次飞跃 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的时候 其实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第一次飞跃也重要 那没有第一次飞跃 哪来的第二次飞跃 那第二次飞跃 为什么更重要 两个理由 第一 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 才能使认识得到 检验充实和发展 也就是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第二 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 才能指导实践 为实践 指明方向和道路 实践重要 理性认识也重要 所以第二次飞跃 就比第一次飞跃更重要 依此外推 实现第一次飞跃有条件 既然第二次飞跃也是飞跃 当然也需要条件 几个条件呢 四大条件 第一 坚持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 坚持理性认识与主体自身的 需要和利益 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 坚持理论正确性 与现实的可行性 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 理论必须被群众掌握 在这四个题目当中 四个条件当中 我需要给一个提示的 一和三 是有一定的混淆项 二和四 比较简单 你看那个 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二和四 比较简单 你看那个二 叫理性认识 与主体自身的需要和利益 相结合 比如我就问一个 你觉得 我 看电视 时间很有限 我每天必看的节目 只要我在家 必看的是什么 你猜也能猜出来 新闻联播 你看那新闻联播 对我来讲就是上班 你看你就不看 这叫理性认识 与主体自身的需要和利益 相结合 跟我的职业 跟我的工作 对吧 为群众掌握这些无价 那个一和三 有一定的混淆项 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第三个叫理论的正确性 与现实的可行性相结合 你体会一下 我举个例子 你告诉我是一还是三 就是没有把二者结合起来 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 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驾校 是培养马路杀手的地方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句话的合理性在哪 就什么叫驾校 是培养马路杀手的地方 它是没有把理论和实践 结合起来 还是没有把理论的正确性 和现实的可行性 结合起来 我相信大学生 很多都已经考完了 有驾照 想一想 你第一次 拿到驾照 第一次开车 正式上马路的时候 什么感觉 灯也看不见 路也看不见 手刹都忘了送 那如果我给它翻译成 这些术语 那我告诉你 它就是第一点 没有把理论和实践 像结合 它就不能是第三点 如果你不明白 自己好好想一想 它意味着什么 把它琢磨透了 就一和三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度的 认识过程两次飞跃 除了它有自己本身的条件 从影响因素上来说 有哪些因素 对人类认识发展起作用呢 就是我47题要讲的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在认识过程中 共同起作用 谁起主导作用呢 理性因素起主导作用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是理性动物 对吧 我们想从感性人到理性人 从理性人指导事件 那谁来起作用呢 理性因素起主导作用 什么是理性因素呢 就是47.1我要讲的 理性因素是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 及认知 大家知道 理性思维能力 跟思维一定都是跟规律性的认识一关的 那理性因素 为什么起主导作用呢 因为理性因素 在认识活动中 起着指导作用 解释作用 预见作用 既然它都是一种 人类对规律性的认识 它都告诉我们 为什么 它才起到 指导解释 预见作用 换句话说 不管是小学 中学 大学 你所有学的东西 都是用什么 起主导作用呢 理性因素 起主导作用 通过那种规律性的东西 反过来 去指导我们 解决具体问题 那除了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 在认识过程中 也起作用 那你就得知道 什么是非理性因素 它起什么作用 非理性因素 是指人的情感意志 以及想象灵感等 非理智 非认知的精神因素 想一想 什么叫非理智 说这人失去理智了 你觉得人 什么时候失去理智了 你看那谈恋爱的时候 那就是 非理智状态 什么叫 非认知 就是我们说的 非逻辑的 比如灵感 顿悟直觉 你看这都叫 非认知的 非逻辑的精神因素 为什么 非理性因素 不能起主导作用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 在两次非无限发展过程 为什么不能起主导作用 因为它是精神因素 精神因素 大家知道 只能起促进 影响作用 它不能起主导作用 非理性因素 在人的认识过程中 起着什么作用呢 起着控制调解作用 如果把这句话展开 它起着动力作用 诱导作用 激发作用 什么叫动力作用 我举一个非理性因素 非常典型的动力作用 热爱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如果你喜欢这件事 你可以发挥主观能力性 你可以对这个领域的认知程度 认知的程度非常高 那如果你不喜欢呢 得过且过 如果我问你 你喜欢你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吗 你这个专业兴趣在哪 学的怎么样 你说我不喜欢 你觉得如果你不喜欢 你能够 能够什么 我告诉你 你能毕业 但你能不能成为 本领域的一个行家理手 我看学 因为你为什么能毕业 因为你靠的是理性因素的作用 反正考试我过了 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这个专业优秀的一份子 因为你没有把非理性因素作用也发挥出来 它是一种制约状态 你看 一脚动力作用 诱导激发作 就是没有把你的潜能激发出来 所以我们说 学习乐而习之 就比一般意义上的知道水平要高 为什么 因为非理性因素同时起作用 这个叫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共同起作用 作为人的认识运动规律 两次飞跃无限发展 那我就要讲无限发展 就是48题我要讲的 认识运动的多次反复无限发展 多次反复是讲的辩证过程 无限发展 讲的是认识 有没有终点 没有 为什么 我讲了各自 讲了一个特点 你发现 当我们说到认识运动的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的你就是 谁和谁多次反复无限发展 那你得这样回答我 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 多次反复无限发展 你发现我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加引号给他引起来 我为什么用引号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软化 那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你告诉我认识运动多次反复 你说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 基本就死定了 二分都没了 换句话说 不是因为毛泽东说了 他就不能这样说 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所以所有的当我们说到认识论的时候 永远是把实践放在前头的 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 形式上表现为寻荒 往复以之无穷 内容上推进认识的深化与提高 本质上体现了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什么叫本质上体现了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呀 大家知道认识论 关于认识发展最一般的规律 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 辩证为物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是什么 就是我刚说的这句话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循环往复以之无穷 那为什么要多次反复呢 就是48.2我要讲 为什么要多次反复 为什么就不能实践认识就终结了呢 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往往不是一次完成 什么叫主观条件 人们受到一个人自己的认识能力 实践活动范围的限制 所以你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 对他的认知的水平 可以需要什么多次反复 就像我举个例子 如果我问你 我说健康重要吗 你都会回答重要 你觉得我信吗 我告诉你我肯定不信 你现在20岁 健康生命非常旺盛 生长期 你告诉我健康重要 那叫虚的 你问问那七八十岁的老人 健康重要不重要 他一定会说重要 那你就信了 那个叫受到自己的认识能力 实践活动范围 就跟主观条件有关的 那什么叫客观方面呢 事物的各个侧面 及其本质的暴露 有一个过程 受到所处 时代科技条件生产 可以发展水平的制约 所以人们的认识 是有限制的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看四九年 中国建国的时候 我们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那就叫 社会主义 跑步金融共产主义 二十年超英赶美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 对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知 如此幼稚 不是我们人幼稚 而是受到客观方面 客观技术 客观条件 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当时我们中国是封闭的 都没有跟 就是我们讲 跟世界的联系 基本都是我们讲 隔绝的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到 说 美国是什么呀 英国是什么呀 所以显然 不是有主观因素 那就是典型的 有客观本质暴露的 过程来决定 人的认识过程 不仅要多次反复 因为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且还无限发展 无限发展 用一个大百话解释 就是说人的认识 是没有终点的 为什么没有终点 人的认识 为什么没有终点 因为物质世界 及其发展是无限 物质世界发展 无限实践 就是我们讲 不断从低级到高级 推动人的认识发展 它就表明 人的认识 没有终点 所以我们用一个 认识论的标准 的一个术语表示 就是人类认识运动 需要多次反复 无限发展 在人类的认识运动 多次反复 无限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的认识 有可能是正确 有可能是错误的 那我们要想 获得正确的认识 它最重要的 那个关键因素 是什么 就是49题 我要讲的 获得正确认识的关键 必须做到 主观和客观 认识和实践 具体的历史的相同意 这句话 就是我一上来 就是讲到认识运动 规律的时候 我说过 两次非与无限发展 一个原则 那个 一个原则 也是毛泽东 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主观与客观认识实践 具体的历史的相同意 只有把这两个统一 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可以获得 正确的认识 什么叫具体的统一 具体的统一就是 认识作为实践的反应 必须在 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 达到对事物的认识 想一想 什么叫特定的 大家说得有条件 那叫具体的 你要没有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 你连普通的一句话都说不了 我说下雨好不好 你下一句马上问我 什么时候 说酒吧 酒吧抗洪 那就下雨就不好 你看那个叫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达到对事物的认识 什么叫历史的统一 历史的统一指的就是认识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相应的变化发展 他讲的过程 历史统一 我说过 历史就是变化 我们要想对客观事物 正确的认识 必须符合具体历史的统一 你才可以获得正确的认识 我举一个例子 那如果我这么问你 怎么评价林彪 你上来给我来一句 林彪是伟大的军事家 那我就要告诉你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 它不能叫正确的评价 为什么 你要想说林彪在军事上有过很重大的贡献 你前面就得给我加上定语 什么时候有重大的贡献 中国革命时期 解放前这都靠谱吧 那叫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 对事物的认识 你就没有凸显那个具体历史的同意 如果你这么回答我 说林彪一出娘胎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那我告诉你 这句话也不准确 因为没有体现历史的同意 所以你要想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必须把具体历史的同意结合在一起 这样他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好 围绕认识运动规律 我 举一个真题 举个例子 感觉到了的东西 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 只有理解了的东西 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 加了一个引文 引号 这句话不止考过一次 这句话谁说的呢 毛自动说了 这一观点说明 A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起点 B 感性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C 感性认识对人认识事物本质没有实际意义 D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我说了 刚说过啊 感性认识有三大形式 哪三大形式呢 感觉 知觉 表象 那我们一看到感觉 一定跟感性认识有关 在这四个选项当中 既符合体感又符合马哲的 你会发现哪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2B 是可以选的 感性认识有局限性 4D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 也符合马哲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一定是在B和D当中出现 那个A和C都不符合马自主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对道题到底的正确答案是B还是D 那你只能到提干中去找 因为这两条都符合马哲 正确答案是RB 他强调是感性认识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他是对事物的初级阶段 第一级阶段 我们讲感觉知觉 表象的反应 为什么不选4D 因为提干中 没有提到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RB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点的 下面这道题目 比较简单 我都不看题 我就直接看ABCD 我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大家说因为是老师 是吧 所以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目还可以再考 它是一个典型的认识论的 一个相关的考点 鹰比人看得远得多 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 却远胜于鹰 狗比人具有敏锐的多的嗅觉 但是它不能辨别 在人看来 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气味的1% 造成上述现象 最合理的原因是 A 人的感觉能够得到抽象理论的指导 B 人的感官从生理上优于动物的感官 C 人的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是相互区别的 4D 人的感官可以把握和动物不同的认识对象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只能是A 为什么只能是A 想一想 因为A 有感觉 有抽象理论 也就是说 单纯从感官上相比 人有相当多的地方是不能够超越动物的 人唯一能超越动物的 人不仅有感觉 人还有什么 还有理性思维 也就是说 有感性认识 更主要是理性认识 抽象思维 我换一个表述 4个体感官 人除了有感觉 人还有思维 同样可以作为这样提的正确答案 你看那BCD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提到这个 所以点到这儿呢 基本上我觉得认识运动规律就可以了 啊 请不吝点赞 我们先识订阅